这些先知识遗憾 把祭司再一搬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香 那这里就要考虑了 这里就要考虑了 你们到底常不常规班位 你如果叼回家破轮的话 那 面对的就是一个蜘蛛 那橙子就开始了 橙子就要开始加四了 这里看先选一周前锋 前锋这个位置是不能丢的 前锋病患 还有前锋加病患吗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搬游柴了呀 我觉得可以考虑搬游柴 为什么呢 因为蜘蛛可以带这个 优病恐惧嘛 但它搬心里 其实也行 也能接受 因为不想打你三刀哥 但 其实我们之前比赛里面 很多这个蜘蛛追心里 追的还是挺香的 是的 而且反而蜘蛛在追击邮差的时候 你被那只狗一咬 你的三层丝加速完全用不出来 对 就跟没有加速一样 三刀姐 她是哥还是姐 对吧 就 她有 有时候她都 她都是三刀妹 她有时候都是三刀妹 就 牵着不动 确实 毕竟 你再怎么说 你是辅助能力强 你自身还是一个白板 嗯 也就 你只是多吃了一刀而已 那怎么说 那这个邮差拿不拿 游民邮差 邮差 邮差还是拿一下的 玩具吗 用玩具来面对蜘蛛吗 可以 是可以 但是 因为有邮差的话 可能他们的一个团队配合能打得更舒服一点 尤其是在后期面对开战之类的时候 可惜橙子她不会打红蝶 你知道 这个阵容就是上去抛个红蝶 直接给你飞穿了 确实 红蝶这版本打得是真的像 而且不管她的追击还是 控场现在也算是略有提升上来 而且追击能力是真的非常顶尽 小丑 你别吓我呀 哎呦 不会吧 时隔多年 上一次我看到小丑 好像还是 是军工厂还是月亮河 我已经记不清了 好像还是上一次 我这个角色我也真的 就是 这个 我们这个秋季赛 真的可以说是 秋季赛是没见过吧 获隆凤雏 就是什么都来了 像什么厂长 小丑 红蝶 全来了 我的天哪 那 你别说这个阵容拿小丑打 他还真的有机会 两个就容易休息比较慢 而且面对小丑的话 有的时候前方的OB能力 不能发挥的 合理分析一下 好吧 合理分析一下 小丑打猛男阵容 依旧是可以打 一直是可以打的 而且小丑打玩具伤 小丑优势 好吧 小丑打玩具伤是小丑优势 这个地方 一定要说一下 就是玩具伤打小丑 它虽然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用板子卡 就是你用你的跳板 放在板子中间 去卡小丑的位 但是 你不能失误 如果你失误了 你那个板子没卡住 OK 你直接摆给秒倒 是这样的 而且 有佣兵在场 小丑站头一安排 直接控场控起来了 你就躺在地上 这个 这个DP 说实话 这个 这个拿命我都想不到 因为 哪有人玩小丑啊 对不对 哪有人玩小丑啊 这 这个 真的是 怎么说呢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好吧 看你这个小丑选出来 到底行不行 就这个图的话 哎 不过我觉得 它 橙子也是个挺适合玩小丑 因为它之前就玩小丑嘛 这玩本就天天打破轮 然后小丑破轮天天都开车 绕来绕去的 我觉得 应该熟练度还是有的 那 兼顾者这边带的是 张狂和底牌 是的 啊 求问者这里的话 也是三个化学为一 让玩具上带了个双弹 那么现在准备进步三位 本场比赛呢 是由微博球生者 对这XR 交参者有解说 1K转强 未来的 I will 实施赛况解说 重生在主场 要先剪句子 这个图 其实对于它来说 很多点位都可以套路到 但是一定要保证什么 自己的操作不出问题 直接是开推 非常快 想要去推节奏 那这边的话 前面是 橙子这里的车 一定要稳住 因为它跟破轮不一样 破轮 你的车是不会断的 但小丑的锯 断一个锯 基本上是废掉半条命 那这边感觉傭兵能来一个锯的 他走不掉 这个地方你肯定摸一刀的 是的 傭兵站在这里 那就是准备挨我的打 那这边再装上一个 在一个封翼锯 封翼无限锯 脸上呢是猫猫 但猫猫这个位置其实蛮难套路到的 要走路过来B板 你不B板的话 这个位置你拉不到的 先抬锯 背色一波 你敢 那这样子的话 直接反向翻 直接站上 你在干什么 你在瞧不起谁 你觉得这个小丑 他觉得橙子转不过来 这个地方太窄了 他觉得橙子转不过来 不好意思 老将的 老将的意识 老将的思路 就是这么稳 拿捏住了 那上来 傭兵一刀 前锋秒震射 翻盘点来了 现在这个小丑 马上出二阶 开完二阶之后 无人能挡 闪线在手 而且闪线还在手里 对的 这边张剧也是准备就绪 而且他是非常稳健 装了一个推 出刀 这里震射 又一个震射 在干什么 橙子 这把是来刷震射数据的吗 天神下凡 那这个无线推 直接推 他本来是打算打一刀 推倒前锋的 那这个推出来 优兵能偷吗 但优兵偷上来 这里感觉能偷下来 能偷下来 得倒一个 但是 这一波是直接上头了 就是 直接就冲出来了 不过也没关系 这个位置必倒一个 必倒一个 不行 这里还能再拖一会儿 这两个人 你总可以倒一个 面上还有一个 对 冰幻自棄也交过了 又倒在这里 等会儿队友 还得过来再摸他 怪人吗 我就怪人吗 怪人吗 没必要 追他 你前锋你厉害 你有什么用呢 傭兵倒地 你半状态玩具舱 没有化险为一 这个局 优势 还是牢牢地掌握在 小丑的手里 说实话 这一局的小丑 只要他稳扎稳打 这局是 非常容易去拿下这个 而且这个位置能找到 这里能看到前锋 闪现局间 没打 没有拿出来 骗一下 好吧 我们都以为要闪了 那这位无线冰 可以聚闪 这边还可以继续聚到 闪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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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局拉得很稳 哇 这个 可惜 对不起 还是没事 还是倒了 倒下之后呢 这个前锋一飞 对吧 玩具舱都把人一摸 摸到了 手上还有一个推 推出来之后 怎么打 或者说现在 钻头一装上 草上这个密码机进度 你告诉我 这个状态怎么打 甚至现在都不用 先管变化玩具舱了 这个钻头给佣兵安上 然后再来安心 处理他们两个佣兵 起步来 套在地上躺一年 我吧 现在就剑神 剑神抓神 剑佛抓佛 剑一个 我砍一个 剑一个 我砍一个 确实 又是这个地方 又是这个地方 终于是断具了 终于是断具了 那也无所谓嘛 反正我 他接已经出来了 比法机还差太多太多了 一个巨赶路 两个二接拉锯把你带走 很难受 这边有个板 哎呦来不及 来不及 进不去 那上面要上二楼 考虑飞一波了 但是这个身位是不够的 这个身位是不够的 这个身位的话 基本上就是直接一刀 带走 从这里能飞一下 往前走的话 是直接能打到一刀的 把那个地方开伞 就掉下去了 确实 没有办法 好吧 就很笨 那就别开了 但是 这一把机差太多了 而且这个状态 你这个人你没办法救 囤点货 现在对于城市囤点货 去旁边一把机 捡点东西 这局就基本拿下了 这现在就说说垃圾 四处转一转 开始囤货了 进货了 这边拉个锯过来进货 那边的话赶紧偷 赶紧偷 雨时间赛跑 你这救人再吃刀 这把就没了 赶紧偷 但是现在橙子也是 及时回来了 没有机会 那确实没事 道具也打完了 状态也打完了 机子也打完了 全都打完了 就完了呗 而且现在博命也没有 扛 你随便扛 你随便扛 扛了也带不走 二阶小丑 我再给你两刀 对吧 我再给你两刀 你扛呗 这边板子薄一下 你赶下板你就倒 对吧 你过来你翻不翻吧 你不翻 我这一个去抬走 确实 这里真的 二阶小丑没办法 博弈这种板子 玩起来了 他心里一点都不好 他是绝对绝对的 优势博弈方 没有任何的一个 无所谓给你跳 给你跳五十次 给你跳五十次 总有一次你倒 导完之后机子永远不够 手上技能还在 而且 人是肯定不挂的 人是肯定不挂的 对 现在就开车 那小丑来控这种 残局场真的 无解 很难有办法 这局说实话 大出效果 就是从从哪里 拿捏到球 从心里上 直接开局两个震慑加起来 这心态真的 对心态打击是很大的 就怕的不是这个敌人有多强 知道吗 怕的是你小瞧了敌人 确实 你觉得他不行 他就是表演给你看 对吧 他那个位置就是觉得太窄了 那个地方如果 乘者拉过那棵树的话 他再转回来要很久 但是 他翻得太高了 他当然自己是前锋呀 他嚣张呀 他是前锋呀 而且打小丑打得少呀 这版本谁打小丑 所以他已经就是 没有想到 他觉得自己是前锋 我那个窗那么快的翻 你不可能震慑到我 但是 你觉得不可能的 就是发生 只能说成了这个锋子 拉的是真的 对吧 板子一踩 听到你的呼吸 板子还慢了 又一个震慑 这个震慑是拉慢了 那那边佣明起不起吧 你起的时候 我又是一个去等着你 对吧 这几乎就是一个 慢性死亡 一个吻似抓据 坐牢啊 坐牢啊 两个人 努力一下 坚持一下 好吧 争取一个流倒 一个这个狗狗地叫 可以说压力又给到了 微博的监管者 对 只能撕抓 没有撕抓就是输 对 基本上是逆天改命了 说实话 成子之波 我觉得还是刚刚那句话 好吧 辉哥反日力挽狂来 老兵不死 真的是发挥出来了 他的一个 就是老将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就是冷静 稳重 抓住机会 一击毙命 真的 成子真的 说的话 也是 也是独当一面的这种大将 你说现在 这局 这局他们 怎么打 就算现在给他们两个人起来 原地满 满状态复活 这个密码机 都脱不够 怎么打 就等队友 等队友飞呗 但也没用啊 那个佣兵飞了之后 闭换在这里 他除非能够 但是闭换有僵质的呀 你又不是一个 类似于说我起来我能瞬间拉出来的 你有僵质 这边成子也很聪明 我肯定不挂的 对吧 对吧 我抬着你 我看着你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等佣兵这个状态 被放煤了掉了之后 我再挂 对 都可以 那佣兵那边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然后 病患这里一上挂 都不挂 还是等他飞 听一下 听一下看你有没有自己 对等他飞 还等到彻底 再挂上 一个四撞 非常漂亮 在开局8比1的一个情况下 现在X-Hawk 是彻底的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哈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换阶 我是主持人曼妮 首先 高秀 X-Hawk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X-Hawk的 一茶和橙子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橙子 大家好 我是一茶 欢迎两位 今天真的打得太精彩了 一个漂亮的翻盘 两位现在先说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 就很棒 就很棒 很棒 很棒 今天确实很棒 让我又想起了一句话 就说 奇迹的颜色是紫色 这句话今天真的又回来了 而且今天是文艺复兴的一天 跟丑皇回来了 天哪 这首小丑把我们都惊呆了 你这首是藏了多久呢 这首 没藏 我就没有这个英雄指的 其实 你应该说你藏了十几个赛季 哦哦 两位球线的分歧 我今天本来 因为没练嘛 就不准备上了 但是他们说 你就要上小丑 我说好 那就打吧 抓重点 没练 今天就是上场就 空空框来几个震慑 空空框来一下四抓 今天真的 打得太漂亮了 上次你其实给自己打分 是打得比较保守 今天再问一下 你评价一下 自己今天表现 打个分吧 十分觉得 可以打到几分 今天的话 满分十分 然后我 我跟人类 就跟 就跟我们所有队友吧 一边五分 一边五分 保守了 因为队友 对我的支持也蛮大的 支持和鼓励 今天是可以看到相互扶持嘛 因为他们也是信任你 让你拿出了这首小丑 但是今天的 这个发挥 第二局第三局 值得一个十分 一查评价一下 今天你们在下面的时候 看到橙子的发挥 哇 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好 就很激情 我那个血都已经烧起来 我现在都没血了 出干了已经 烧没了 今天上场 感觉我们一查 有点不一样 原来是那个热血 已经在 橙子那一局 给撒完了 是这样吗 对对 你今天给他打个分吧 觉得十分满分 值得几分 十分满分 给个一百分吧 给个一百分 今天真的是 对你的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想知道今天这首小丑是 是你自己说我要选 还是说教练 他们说来 就来小丑 给我看一首 我跟教练都没说要选 人类说 人类说的要看 怎么回事 这个监管者的逼批 求生者这边说 我要看小丑 我要看小丑 你就算了 我奶奶还研究 币后餐打啥的 然后他们说 叫我打小丑 一查 你们当时求生者那边 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小丑啊 没有考虑 就在麦里面 一直喊小丑 让他选 给他精神压力 然后他就选了 受不了了 直接在麦里边说 我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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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黄 今天必须看丑黄 你要是不拿丑黄 我不让你下来了 我当时 他们一直在那吼 我就要看 我说好好好 那我拿 好好好 就是给你们看一首 看一首 小小的录一手 结果一录 就来了一个四抓 贼门 那今天你有数自己 打了几个震慑吗 三个 确实是三个 当时特别是开局 你那个拉锯 熟练度非常高 我不信你是 今天没有练过拿出来 就是大家懂的都懂 你觉得整局的一个 整局的一个关键点 在于哪个地方 因为真的太顺了 完全没有给到 对面任何机会 关键点就是 第二个就人的震慑 你好沉稳 就现在场上就是 橙子一个人 很沉稳 我们两个好激动 和一茶好激动 今天看到了 我脸都红了 是的 奇迹的颜色 今天变成了紫色 那最后两位 就跟我们的粉丝朋友 再说两句吧 今天真的打得很漂亮 这个翻盘 说两句吧 你说两句吧 你说了 再见 好 看出来了 两位想下班了 两位想回去打排位了 其他那也是 希望你们之后 可以越来越好 那也是感谢 来到我们的采访系列室 再次恭喜我们的 X-Rock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